我特别说,刚刚主要,第一个,用VILT函数 特别注意,这四个参数,你一定要就了解 另外的话,这个地方我用LUGA VALUE,这0 0的话就一定要找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刚刚这边可以输入005,Enter 005就出来,如果我现在输入004的话 Enter 他就帮我把004的那个人,004就张红柴 然后他的资料是横向的,那我就把他带到这边来 变成纵向的,张红柴,然后这个数字,然后排名水准是有,没错 横向变纵向 也就是说,当我输入一个编号,自动带出其他资料 所以常常蛮多同学问说,老师说想要做一个那种 就是由编号自动带出其他资料 要怎么做?就类似像这样 OK,但是这边的话还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我刚刚讲过,如果说我今天输入的编号 假设这边有008,对不对 那如果我输入009会怎么样? Enter 有没有,紧就错误讯息 na的话就not a就available notavailable,意思就是说找不到 有没有 但是我要特别注意,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改个参数 拿个参数 刚刚v乱数的最后这个,本来是0,对不对 我把它改成1 1是什么呢?1是true true的话就是什么?大约符合就可以了 range 如果改为1,4就是说要不要找类似的东西 找那个相对应的范围的资料 那我如果刚刚是false 0 我把它改成1的话 我习惯用1 如果你看到我写1的话,表示是true 打勾 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他得到,你想说009,明明这没有009 为什么他还是有资料呢? 如果你是1的话,表示什么? 如果他找009,他找不到的话 他会去找到008 把008的东西拿来充数 这样对吗?好像不对吧 所以特别说,以这一题来看 应该是不能用1 只是说为了我要做这个效果 那我就把这些地方去 你要看,如果说有些地方一定要一样的资料 你不能说我拿一个充数一下 不行,好像虽然没有出 但问题是你这样就不ok了 所以我建议是一定要0 但是问题 那你想说,老师那可是我不知道编号的范围 我每次这样抓,我可能会抓,戳要怎么办? 没关系,我将来我可以把这个地方弄一个下拉清单 也就是说我将来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编号的所有的资料变一个清单 自动帮我放到这边,这边会多一个箭头 当我下拉的时候,他自动把这个资料放下来 让我挑就好了 那这样保证不会错吧 ok,所以如果说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用下拉清单 可是问题是下拉清单怎么做 1,资料里面有个所谓的什么 叫资料验证 下拉清单怎么做 因为我发现其实蛮重要的 常常用到 但是很多人好像没有用 而且都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1,请你如果你要把这个清单 放到这边来 1,就是用这个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那怎么去修改? 1,请你先邮标放这边 在资料之后验证 那主要是根据这个储存格 把它原来的这个什么呢? 储存格内允许 本来是任意词 改成清单就好了 ok,清单意思就是下拉清单 但是他会问你一个 你的来源 你的清单在哪里? 我们就选这里就好了 跟他讲,帮我把这个清单放过来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点一下,下拉清单出来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保证不会错 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我们目前是在同一个工作表 如果未来 假如一般应该是你的编号 或是在别的工作表的话 我是建议你前面的这个范围 还是定义一个名称会比较好 那如果定义名称 前面好像讲过 这个我们先取消一下 定义名称还记得吧 如果这个范围要变成一个名称叫编号的话 那我可以把这边点一下输入编号 这是方法一 那其实比较快的方法 方法二就是连编号一起选 范围选 名称也选 再利用公式里面的什么 从选取范围建立 找到顶端列 所谓的顶端列指的就是 它的名称有没有 名称在哪里? 在顶端列 也就是这个是名称下面是范围 所以它会帮你把这个变名称 底下指向的下面的范围 OK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名称管理员你可以看一下 编号就是这个范围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关闭 然后二的话就在这边 把它来什么 资料 再切到资料 资料验证 把这边delete掉 来源的话我们把它改成F3 把它改成编号 确定 确定之后 这边下拉清单 也就出来了 那尤其是 我是建议 慢慢都要习惯用名称 因为未来你们的资料 通常不会在同一个工作表 可能是在别的工作表 因为不知道在哪里 那不管 我是建议定义名称很方便 可以按F3 那名称调出来 他的清单就出现了 那好处就是说 反正就是这些人 你就选嘛 有没有 1号自动把这个 这个人的资料 倒过来 有没有 倒过来 这样其实就还蛮方便 所以 这边的话可以用VIRU函数 完成这件事情 那当然这边 除了用VIRU函数之外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另外 像Index Inderex 跟像什么 刚刚的Offset 等等的其他函数 也都办得到 不过 好像似乎没有VIRU函数来的方便 为什么 因为VIRU函数 它这个Column 跟Index这边可以配合Raw 向下填满就OK 但是其他的函数 我试过没这么方便 因为你要用贴一直贴一直贴 那好像还是用VIRU函数 相对是最方便的 但是VIRU函数 我刚刚有讲过 它最大的限制是 你要查的LugarValue 一定是在 只能查D欄 也就是编号一定要在D欄 如果你要查的资料 不在这个表格的D欄的话 那你也没办法查 所以之前有同意说 老师我编号不在D欄 我编号在后面欄的话怎么办 那我说你把D 把编号掉到D欄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把它掉在D欄 很抱歉 那没办法查 OK 因为它只会查D欄 它没办法修改 所以这边也没有参数说 可以指定说 你要查哪一欄 没有嘛 如果有多一个那个欄 多那个参数 那方便 可是没有 我好像知道说新的版本 2020以后的版本 好像就有什么 一个叫V轮数 叫XLugar函数 X 但是我觉得 变成说它就是可以指定说 你要查D欄 但问题就是说 问题来了 那你要买新版本 对不对 你还有这个新功能 那如果你不买新版本 那你就没有这个功能 对不对 OK 但是 那个 即便是XLugar函数 还是有很多限制 有些还是办不到 那办不到怎么办 所以有时候还是非得 配合一些VBA的写法 或者的话 很多还是查不出来的 OK 所以第一个 这边跟各位讲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就是 做完那个下拉清单之后 我们把这个查出来了 OK 那 再来的话 待会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这个练习题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是 第一个 请各位 先在这边建立一个 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 然后再到这个 这个下拉清单是这样 资料里面的什么 叫做资料验证 OK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还要把它收集 因为这个不难 而且常用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